最近天气真的太热了 本来我早来早去看有没有什么解锁神奇案例给大家 但是好像都没有什么用 不过当时看见一个东西觉得蛮神奇的 也是和炙热火锅差不多了 冬天的时候有炙热火锅 夏天的时候我们有智能饮料 这里别说还卖的蛮贵的 真的是蛮贵的 但是怎么样智能呢 福苗吉祥透行冰爽智能饮料 通过出毛袋确定好袋类的圆柱体启动装置 用手掌或拳击启动装置 直至饮料袋出现变冷的反应 拆带前饮用可以贴于肌肤表面清爽一下 他就说这袋子里面有一个原装的物体 里面像很多沙子一样不知道什么东西 好像有个硬硬的东西 就是这里 捶一下 这边瞬间就变冰了 这个有点厉害啊这个 摇晃一下 我感觉他没有持续变冰 就是我敲的那一下就是这么冰 然后他就一直是这么冰 打开看一下 这么一大袋 就这么一点吗 会不会把那些智能的挤出来 真的没有了 28块钱5袋 17块6一袋 17块6就这么一杯 先尝一下 17块6的味道 哇 不是怎么感觉很苦 就好像机场 不是有那种机器吗 就什么五个层子之类的 然后你投10块钱进去 咚咚咚咚咚咚 掉下来五个层子 然后给你插鼠子 我感觉比那个还难喝 那个最起码 还只是酸 这个又酸又苦 而且要说冰它也不是特别冰 这个冰带倒还蛮冰的 哇好爽 这层子里面还有一些果仁 应该是鲜榨层子 但是真的好苦 好难喝 现在呢 我们把它拆开 看一下它的智能原理到底是什么 小心翼翼的 不要把里面那个剪破就可以了 哦 被剪破了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什么呢 放橙汁的就是这么一小袋 只有这半杯 白色和蓝色共合在一起 这不会上手吧 把这个打破了之后 这个水流出来 流出来和这个相遇在一起 那么它就会智能 我们现在把这个倒进去看一下 哇 真的好 哦 好冰爽哦 真的好冰哦 不会有毒吧 经过我拆带之后呢 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智能的呢 还是不知道 反正就它就是可以智能 说回这个东西来呢 它价格是蛮贵的 也不好喝 当然我说它不好喝 不是可以它意思 因为那种鲜炸橙汁 你们也知道 如果是直接把那个橙汁 炸出来 如果不经过加工的话 确实就是这个味道 又爽又普 真的太原生态了 如果是真正喜欢喝那种鲜炸橙汁的 那么你们可以试一下 但是如果你们只喝饮料的那种橙汁的话 你们就不用喝这个 真的 太难喝了 不过刚刚那个水是真的很冰 差不多可能有凝度 或者是凝度以下 但是它对这个饮料的智能效果 还并没有达到这么好 倒到这个杯子面 其实感觉并不是很 可能就比常温低一点点 好吧 看来是没什么用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我点击个关注你 要是什么 分享 帮了个白